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陝西西安日前宣布疫情清零 並且逐步解封 但是當地民眾揭露 清零之後當局的封鎖措施更為野蠻 各小區全面貼封條 西安市民陽海也自拍短片批評 防疫人員致無忌憚地用鐵線封鎖 加碼鎖門封戶 將人當畜生看待 為了導致疫情 西安市由2021年12月23日起 採取嚴苛的封城防疫措施 導致很多人因為延誤而殺去性命 也有多名孕婦因為不能及時入院而流產 2022年1月5日 西安封城半個月之後宣布疫情清零 但是就採取更為嚴格的封鎖控制措施 楊凱發的短片強調 自己什麼都不怕了 就是要指出這種防疫絕對過輪 當成畜生看待 我們這裡已經封鎖控制了17天 大家看看 這裡是西安大寨路恆大城 各個單位的門全部用鐵線封鎖 然後就逐戶貼封條 業主儲備的糧很多都沒什麼 什麼都不送進來 你要餓死西安過萬名市民 是誰主管大寨的疫情防空 你們就是這樣對待人民的嗎 楊凱指著自己的手機說 大家看看這些全部都是大寨路居民發出來的簡訊 和群組裡面的截圖 西安防控到今天 下面執行的人 現在事無忌憚加碼 搞鎖門封門 然後物資入不夠來 你們到底要做什麼 將這些人都餓死了 防疫就成功嗎 恆大城過萬居民叫苦連天 你們聽不聽到嗎 1月10日 西安市民趙先生向大紀元表示 放城之後 他們的小區只是在元旦那天派了一次菜 一家人一盒菜 都不夠兩個人的份量 吃完也不能出去買菜 所以大家只能自救 打 trouble 還 RGB 香水 從咖蕩 街崩 移動 敬勾 雖敬 雖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